夜雨微明 清风拂面 看庸花儿我 听闻风雅韵 说起冬天 忽然想到豆腐 是一小洋锅 白煮豆腐 热腾腾的 水滚着 像好鲜鱼眼睛 一小块一小块豆腐痒在里面 嫩而滑 仿佛反穿着白胡大衣 锅在洋炉子上 和炉子都熏得乌黑乌黑 月显出豆腐的白 这是晚上 屋子老了 虽然点着洋灯 也还是阴暗 围着桌子坐的是父亲和我们哥儿三个 洋炉子太高了 父亲得常常站起来 微微地仰着脸 去着眼睛 从阴晕的热气里伸进筷子 夹起豆腐 一一地放在我们的酱油碟里 我们有时也自己动手 但炉子实在太高了 总还是太高了 总还是坐享其成的多 这并不是吃饭 只是玩 父亲说晚上冷 吃了大家暖和些 我们都喜欢这种白水豆腐 一上桌就眼巴巴地望着那锅 等着热气 等着热气里 从父亲筷子上掉下来的豆腐 又是冬天 记得是阴历11月16晚上 跟S君和P君在西湖里做小滑子 S君刚到杭州教书 事先来信说我们要游西湖 不管它是冬天 那晚月色真好 现在想起来还像照在身上 本来前一晚是月当头 也许11月的月亮真有些特别吧 那时九点多了 湖上似乎只有我们一只滑子 有点风 月光照着软软的水波 当家那一溜反光 像新亚的银子 湖上的山只剩了淡淡的影子 山下偶尔有一两星灯火 S君口沾两句诗道 树星灯火 任鱼村 淡漠清苗 远待痕 我们都不大说话 只有均匀的讲声 我渐渐地快睡着了 P君喂了一下 才抬起眼皮 看见他的微笑 船夫问要不要上静寺去 是阿弥陀佛的生日 那边蛮热闹的 到了寺里 垫上灯烛辉煌 满是佛婆念佛的声音 好像醒了一场梦 这已是十多年前的事了 S君还常常通着信 P君听说转变了好几次 前年是在一个特税局里收特税了 以后便没有消息 在台州过了一个冬天 一家四口子 台州是个山城 可以说在一个大谷里 只有一条二里长的大街 别的路上白天简直不大见人 晚上一片漆黑 偶尔人家窗户里透出一点灯光 还有走路的拿着火把 但那是少极了 我们住在山脚下 有的是山上松林里的风声 跟天上一只两只的鸟影 夏末到那里 春初便走 却好像老在过着冬天似的 可是即便冬天也并不冷 我们住在楼上 书房临着大路 路上有人说话 可以清清楚楚地听见 但因为走路的人太少了 见货有点说话的声音 听起来还只当远风送来的 想不到就在窗外 我们是外路人 除了上学校区之外 常只在家里坐着 七也灌了那寂寞 只和我们爷们守着 外边虽老是冬天 家里却老是春天 有一会我上街去 回来的时候 楼下厨房的大方窗开着 并排地挨着他们母子三个 三张脸都带着天真微笑地向着我 似乎台州空空的 只有我们四人 天地空空的 也只有我们四人 那时是民国十年 其刚从家里出来 蛮自在 现在 她死了快四年了 我却还老记着 她那微笑的影子 无论怎么冷 大风 大雪 想到这些 我心上总是温暖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